家庭自制酸奶 所用到的原料有 牛奶一升 细砂糖三分之一杯 酸奶卷一包 或者剩酸奶适量 今天我用两种方法做酸奶 一种是用酸奶卷做发酵剂 另一种是用成片酸奶做发酵剂 成片酸奶我是用我之前做酸奶剩下的 你也可以选择从超市买的成片酸奶 最好是选择原味无添加物的酸奶 否则有可能会影响自制酸奶的成型 另外还需要几个无水无油干净的玻璃容器 和一个可以持续提供发酵环境的设备 这里我用的是有发酵功能的电锅 你也可以用酸奶机或者烤箱 酸奶的发酵环境是37到40度之间 发酵时间大概是8到12个小时 我用的是这种酸奶卷 一小包可以与一升牛奶做酸奶 首先把牛奶和糖倒入过中 中火加热是糖全部融化 因为我要用两种方法做酸奶 所以我这里加了1200毫升的牛奶 加热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搅拌 防止牛奶糊底 加热除了能使糖融化 还可以杀死牛奶中的其他菌群 但是牛奶不要煮沸 因为煮沸就会破坏牛奶中的营养 大概煮到80度 也就是即将要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 当锅的边缘开始冒小气泡的时候 就可以把锅离开加热源 让它自然冷却 当牛奶冷却到大概40度 也就是摸着不烫手的程度 就可以添加酸奶剂了 这一瓶我用成品酸奶做发酵剂 成品酸奶和牛奶的比例是1比10 把成品酸奶和牛奶都倒入容器中 并用勺子搅拌均匀 再来做用酸奶菌做发酵剂的 粉末状的酸奶菌 先倒入少量的牛奶中 并充分搅拌让它融化 然后再倒入剩余的牛奶中 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再把牛奶混合液分装到玻璃容器中 把所有装了牛奶混合液的容器都放入电压锅中 并盖上电压锅的盖子 启动酸奶功能发酵8小时 酸奶的发酵时间可以根据酸奶量自行调整 我这次做的量比较多 所以一共发酵了12个小时 现在来看看成品吧 这瓶是用上次剩余的酸奶做的 这是用酸奶菌做的 效果都不错 出锅的酸奶最好放入冰箱冷藏 至少一小时效果会更好 放入冰箱的酸奶会变得越来越酸 而且用勺冻锅的酸奶会出一些水 这水是乳清 是牛奶中的营养物质 不需要倒掉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与我联系 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儿童美食交流群 和更多的朋友进行交流